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车夫大师语录 大家看这个文句 误人现前一念之心 全真成望 全望极真 终日不变 终日随缘 夫不随佛界之缘 而念佛界 便念九界 不念三称 便念六凡 好 先看这一段 这个车夫大师是我们净土中第十二代祖师 出生在清朝的前东年间 他早年是参禅的 在中门下是雾名心地的 学教里也非常通达 可以说他是一位通宗通教的大祖师 他在四十七岁那一年 由于生病的因缘 就正式地终止参禅 专一念佛 以后就每天持念佛号 那些早年跟他一起参禅的人 参禅者也随他而转 都来一心念佛了 那车夫大师就念佛很有宗教体验 离命中时能够见到文书 普贤观音 欲知实质 望生的 那这个车夫禅师余路 是他在红螺山 红螺 怀绕红螺 那个寺院 给大众师开示的法语 这个法语一共有四十一段 现在我们念的是第二段 这个 大家也可以看看 传老对这个 持无语录 做了全部的书写 而且做了标题 这个标题就是 一念于十界 来讨论 我等众生 现前一念 与十法界的关系 这段法语 包含着大乘佛法 圣生的法义 我们不能草草看过 随便用泛泛读过 还真的不一定理解 其中的奥义 好 那我们来看 误人 就包裹 一切的业力凡夫 现前一念之心 从修行 佛法来说 有 众生法 有佛法 有现前一念的心法 天台家 也都会说 佛法 太高 众生法 太广 那可能 比较亲切 能够入手的 就是现前一念的心性 那现前一念的心性 我们常常会 以往掉 因为心都在往外奔异 对现前一念的心性的 本质特点 大部分人是不了解 所以大乘经典就在 我等众生 现前一念心性来 点拨 来点化 来呈现现现前一念的 真实的像状 这真实像状就体现在 这四句话 全真成望 全望其真 终日不变 终日随缘 就是现前一念 有真 就是真如妙心 性进明体 全体的有真如法性 但是怎么全体的真如法性 怎么成了望呢 望就是望心 我们八世的心 我们八世的心 这就是要了解 一心二门 这个真如心就是法界的心 这个心呢 又呈现出真望二门 那真望二门 各有他的体相用 众生本有的心性 那个真如妙心 是不生不灭的 不勾不进的 不增不减的 是我们一切众生的 本地风光 本来灭目 奴来葬性 但怎么成的望心 这就是讲 一念不觉 深三细啊 就是忽然动了一念 产生了一个 能数的对待 那就是这个 全体的真如自信 就变成无明的心 那这个无明呢 开始有三种细相 无明业相 无明转相 无明境界相 由这个境界相 又生起了六种粗的相 显现我们的山和大地 等等这些 当这些 这个望心和望尽 全体呈现的时候 我们的真如自信 就引下去了 所以我们只认这个 望心望尽 就迷失了本有的真心 这是全真沉默 那八诗里面 都有见分和相分 所以我们的身体 五蕴 包括由这个望心 所呈现的山和大地 一切衣报 气界 都是我们八诗的心 变现出来的 为师属性 那这个 能变的心 就是虚妄的 所变的境界 更是虚妄的 但我们的迷惑颠倒 把这虚妄的东西 认为是真实的 就把我们本有的 真实的东西 给遗忘掉了 全真沉默 那当下全望即真 要知道我们的 能现的望心 和属性的望境 它全体是从哪来 哪里来的呢 它是从真如自性 里面显现出来的 那你了解 望心望尽 自性本空 当下就是真如自性 所以望心望尽 没有其他的体性 望心望尽 就是以真如作为体性 这在大人经典 常常会有一些比喻 比如 这个水 由于有寒气 就变成了冰 但无论是 于是变成冰呢 就没有水的流动性 也没有水的作用 它能够知人万物的作用 也没有了 于是你就认 认这个冰 是真实的 于是你就 不认为这个冰 可以浓化为水 甚至完全的 不认为这个冰 具有私性 这个私性就是代表 佛性 虽然变成一块冰 但是私性没有减少 也没有遗失 所以这个真如自性 在我们轮转的过程当中 它没有变化 在佛不真 在凡不紧的 所以 全望其真 就是要去 要有个死觉的智慧来观照 才能回归到那个真如自性 因为本觉本有 一定要通过死觉回归本觉 但我们众生的颠倒 全体把望心望尽 认为是真实 它就没有一念的 死觉的智慧 好 再了解 全真成望 全望其真 好 那这个 现结一念的心性 具有着 真如自性 又有八十的望心 所以就 终日不变 终日随缘 终日就是从一天从早到晚 乃至于我们一生重生到时 全过程 这个妙真如性 不变就是不生不灭 虽然我们都在生灭法里面 我们的心很动荡 我们一切行为到处都是 是有违的 有漏的 动荡的 但是当下却有不灭 不生不灭的真如自性 没有 没有一世 所以要体认终日不变 那终日随缘呢 就是这个真如不守自性 他又 他妄动嘛 他往外跑嘛 他又 终日随缘 这个随缘 随就是能缘的心 第二个缘呢 就是属缘之境 能缘之心和属缘之境 就呈现出来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往往就是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比如法相中讲三性 遍及属质性 遍及属质性 你遍一切法 执着它 给它安个名相 能后产生一种情绪反应 就好像 你看到一根绳子 你认为 一看没有认清它的真相 把它认为是一条蛇了 马上你就很害怕了 实际上就是一根绳子 那把绳子看成蛇 是遍及属质性 但这个绳子也是个假象 绳子是由麻搓成的 也是依他起性 但是这个绳子的象出来 你就会遗失那个麻的 这个真相的认知 所以你要把绳子 也认为它是假象 回到麻 这就开始由依他起性 回到原成实性 知道它的本来的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心 都有念头 都在随缘 用一个更确切的好奇 是攀缘 念念都在攀缘 这里攀缘呢 攀缘什么呢 那我们现前一念心性 具足十法界 十法界从六凡法界 就是六道的法界 到身为原觉 菩萨和佛的法界 这叫四圣法界 这个圣凡结合 就是形成十法界 这个十法界 就在我们的现前一念当中 本质具足 那本质具足 这就有一个 隐显的关系了 到你 我们现前一念的心 你细缘在哪个 你这个攀缘哪个法界 哪个法界就呈现出来 只有十法界 只有一个法界 显出来 九法界就会隐 隐下去 不可能两个 或多个法界 同时呈现 只呈现一个法界 于是 在十法界当中 最好的法界是佛法界 但如果你不去 随佛界之缘 而念佛界 那佛法界的条件是什么呢 是清净 平等 大慈 大悲 当我们的心 是随着大慈大悲的心 清净是指空性 平等是一种 一种无分别的状态 我们当下的念头是 清净 平等 大慈大悲 这就是随佛界之缘 随佛界 当下我们的念头 就安立在佛法界 如果具体到净土法门 你信愿持名 你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的 当下 你就在念佛法界 因为阿弥陀佛的 这个六字弘明 以及六字封明 所包含的全体的功德 都是佛法界的特质 大涅槃的长度我进 那现前一念 如果你不去念佛法界 那自然就会流向 其他的九法界 那这个九法界 其中也有圣凡的差异 不念 不念三秤 便念六凡 三秤是 声闻原觉 菩萨原觉声闻 你看 那你念佛法界 就得要发菩提心 修六度 布施十戒 忍入精进禅定智慧 以及由六度展开的万恨 当下你是随这个缘 菩萨法界就呈现出来 菩萨法界也呈现出来 如果在仕土当中 属于十报状元土 如果你以无我的心 修十二因缘法 那么原觉的法界 会呈现出来 以解脱无我心 去修 是圣地 苦积灭道 而声闻的法界 呈现出来 所以你当下这个念 在戏源什么 哪个法界相应的 就呈现出来 这就是你如果不念 三秤的圣法 就会念六凡 六凡就是 轮回三界的六种法界 这六种法界 就是 六种法界也有相应的 随缘的内涵 好 请看下面 不念人天 便念山徒 不念鬼畜 便念地狱 以凡在有心 不能无念 以无念心体 为佛独正 自等觉已还 皆兮有念 好 那看我们当下 现前一念 这个至于道 是向上找的 向上找的最高的是要 西元佛法界 佛法界你 没有这种心力 和善根的话 那就会降低到三秤的法界 身文原觉和全 全教的菩萨 那你这个三秤 那也是要发大心的 有出离的 解脱的这样的一个念想的 才去去念 才就会修 如果三秤你达不到 就会在六凡的法界当中 六凡法界当中 也有善恶的差别 那是个三善道 你念人法界 首先念天法界 天法界有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那这个天法界 也得要修十善法 十善业道 那进而你要到色界天 要修四禅 到无色界天 要修八定 这样你以上品的十善业 再配合四禅八定 就是你在念天法界 那人法界 诸人要持五戒 不杀身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不饮酒 五戒相当于鲁家的五常 仁义理智性 这是做人的资格 所以你念跟五戒 五常相应 你就在念人法界 三善业道里面 还有一个修罗法界 修罗法界也是修 这个 五戒 下品的十善等善法 但是他带有诚恨心 胜负心 傲慢心去修的 他可能就到了修罗法界 阿修罗 他有设福报也很大 也很有力量 甚至可以跟道立天去打仗的 但是他没有天人 天的道德 好 所以在善恶当中 应该要念三善道的 对喊相应 如果你攀缘不到善 你就会念三图了 三图就是三恶道 三恶道 比如畜生法界 它是比较愚痴的 它是怎么来 是修下品的十恶业 感的畜生法界 恶鬼法界 是你这个 吝啬呀 以反击相伴的心 修中品的十恶业相应 这道恶鬼法界 那第一法界 是最苦的一个地方 高端是佛法界 最下端的是第一法界 第一法界就是 你用猛烈的 自圣的心 修 去造上品的十恶业 就能感得 地于法界 那这个十法界 是我等众生 内心本具的 那一本件 现在就是理据事兆 就看你在事项上 你以什么样的价值观 来念哪个法界 哪个法界就呈现出来 其他的法界就引下去 这就是凡在有心 我们念的凡夫 都是有心 有心就是有念头 有念 只要举心动念 有这个念想 都是跟法性不相应的 法性是无念的 所以大乘起心认说 你能够观无念 就能趋向佛的智慧 凡夫都是有念的 这个有念就是 有巴斯的心 它是像急流水 没有一刻的停流 天人看我们的凡夫的念 念想有多少 都算不清楚 我们一天到晚 打很多的妄想 就像空中的灰尘一样 你数都数不清楚 有时候你还不感觉到 自己在打妄想 这就是更蒙 更昏昧的 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在打妄想 往往知道自己在打妄想 你还要修行才会知道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 你会说 哦 妄想很多 是不是你知道自己有妄想 还恰好你在念佛才知道了 空中有很多灰尘 恰好窗户里面有游舒阳光 透过那个阳光 你才知道有灰尘一样 所以念的凡夫都是有念想的 如果说无念 清静 平等 离开能数 这就是不二的状态 超越能数的对待 清静本然 周边法界 这种无念的心体 只有佛的境界 才能够证得到 唯佛读证呢 这个基本的道理 大家要明白啊 你不能以凡难生 哦 我很清静 我没有念头 那你怎么可能没有念头呢 可能这个粗的念头 通过修行还能够变细的念头 你只要还没有破五蕴呢 特别在这个行蕴 诗蕴里面 那个念头非常微细啊 甚至是如激流水 这如激流水的念头 但你远处看 看不出它是激流水 看过去还很甜静 所以说自己无念了 甚至连无念的念想都没有的 一空到底的 空象也没有了 这个生灭灭已极灭现前了 那时候才叫你到家了 这是为佛与佛 才能证到那个无念的 无念换句话就是 不生不灭的 不勾不尽的 不增不减的 那个奴来葬信 妙真如心 清净明体 为佛才能证得到 至佛以下 等觉就是等觉菩萨 等觉菩萨 还有最后一份 身相无明呢 这些念 念都是无明之相 那到了等觉菩萨 可能是 他把前面六种粗的相给破了 紧接着要破 他的境界相 转相和夜相 那个夜相就是 威系的身相无明 还能生出相 还有无明 最后要由金刚制 来断最后的一品 身相无明 你才成为朗然大觉 到达庙觉位 所以这个 我们一定要有 自知之明 自等觉以还 都有念想 我们别说等觉菩萨了 我们实信位都没有到达了 原教的实信位都是 很高的正位 善才同志 首先在文殊师弟菩萨坐下 就是实信位 在实信位发菩提心 然后善才同志蒙文殊师弟菩萨的教赤 南巡一百一世成 广参善知识 最先参得云比丘 蒙寿念佛三昧 才得到原教出座位 进而随参一无善知识 随正一位 那就从实住实行 实回向到实地 到等觉 那圣才同志一生实信 当他参到了弥勒菩萨的时候 以及普贤菩萨的时候 他的位置已经是等觉菩萨 在等觉菩萨的位置上 普贤菩萨还跟他传授 成佛的十大愿望 以十大愿望的规德 功德导规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善才同志一生成佛 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才成佛的 好 请看下面文句 凡起一念 必落实界 更无有念 出实界外 以实法界 更无外顾 每起一念 唯一受身之缘 果知此理 而不念佛者 为之由也 好 这一段 这等觉菩萨以环都有念 而且这个念 它是有夹带着 真如法性的力量的 所以现前一念 它也是横遍 释放 宿穷三计的 你只要这一念起来 它必定会 落在十法界 就是你这一念 自觉和不自觉的 你都会在念 哪个法界 有时候你 你无名 无名忘心嘛 它是带着烦恼的 无名忘心 贪嗔吃慢鱼 一切具足的 这时候你 本能的会 追逐五欲的享受 别人挡住了 自己的欲望的满足 马上升憎恨心 这个憎恨心一来 你可不是第一法界现前吗 可能也有点因果观念 想修点善 那你人法界 天法界就现前 所以你这个 只要起一念 必定跟哪一个法界相应 哪个法界显出来 其他法界就引下去 这是我们生命的 真相 奥秘 这个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十法界的 一正庄严 身楼万法 都在我们 现前一念当中 完整具足 这就是天台家讲的 一念三千了 就是十法界的 全体的法 都 都不会在 这个念想之外 也就是这个念想当中 完全具足着 十法界的 种种的法 那了解这个真相 所以我们 只要 生起了一念 我们不可能 无念 那肯定会有念想 你就是睡觉 这个念都不停了 为什么会做梦呢 就是你有忘念 你有这个 做梦的 忘心 才会显现梦境嘛 所以我们连睡觉 都不老实 连睡觉都在 都在起这个念 显现梦境 从这个做梦 睁开眼睛 还是在做梦 本质上是一样的 当你把昨晚上的梦境 醒过来知道 它是假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 小 小 决小梦的话 那么我们当下 也要意识到 我们还是在梦境 那就是 中觉觉中梦 最后是 大觉才觉大梦 什么是 成佛 成佛是把 无明大梦 完全觉醒的 是醒过了的人 你就是佛了 只要有 无明烦恼 我们都在梦中 在梦中 就一定会有念想 每一个念 都有受身之缘 受身之缘 就是这一念当中 具有着 耶稣嘛 这个耶稣就有 受身之缘 或者 你是一个善念 到 是受天人的缘 你是恶念 就会受三恶道的缘 这个因果就更威胁了 你举心动念 都有后果的 念念有失 念念可以有形 有形体 念念都在 阿赖耶稣里面 除成做无量的 要投身受胎的 业缘 所以 这一念 可要 高度的警觉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无事 结以来的 生生死死 都是以 一念而 决定的 现前一念 念念 受身之缘 念念 在阿赖耶稣 布下了 他的种子 这个种子成熟 就是 一熟果 出来 那就是 种子起现形 现形 熏 种子的 这样的一个 生生不息的 过程 那这个 只有 大乘的佛经 才会跟我们 讲明白 这个道理 大家去读 仁言经 读 大信 起信论 仁切经 都是谈这个问题 现前一念的指点 也现前一念的妄想 是 本空 妄心 本空 妄想 无信 妄心 本空 真心 本有 这真心 就是无念的 真如 自信 那我们 旧路 还家 回归 本源 就是 到达 无念的 大涅槃的 境界 好 那这个道理 明白了之后 你真的是 明白了 也相信了 那 你想 十法界里面 屈乐 必苦啊 最乐的 就是佛法界 你不 你不趋向佛法界 就一定到 九法界 而且九法界 你的念想 越来越漏裂 越来越 恶的话 那都是到六凡 甚至到三恶道里面去 甚至直接就到 阿比第一去 所以在这样 十法界当中 我们 最智慧的选择 就是 去向 佛法界 佛法界 你怎么去 就是支持 南无阿弥陀佛 名号 你想 在十法界当中 我们现在 属于人法界 距离佛法界 还有 四个层次 包括天法界 僧文法界 圆界法界 菩萨界 四个法界 如果是 一个楼梯 一个楼梯趴 先到天法界 再去修僧文道 修圆界道 修菩萨道 那是动精无量界 念佛法 为什么是出地生 是圆成佛果的 结晶呢 就直接 你支持 南无阿弥陀佛 名号 顿然超约 四个法界 直接到 佛法界去 这叫 一超直路 如来地 那佛法界 比七方极乐世界 全体一整庄 研究是佛法界 大涅槃的境界 如果按智力修行 通图佛法 我等凡夫是没有份的 因为你是 见识或具足的凡夫 你只能到 凡圣同居的会土去 方便有余土 你都没有份 怎么可能会到 极乐世界 那个长级光土 十报专业土 那是没份的 但是阿弥陀佛 施舍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为了 接引十方 九法界众生的 包括我等凡夫众生 那怎么去呢 他就是直接 施舍了一个通道 不需要你去 走迂回的道路 这个通道就是 六字弘明 你透过六字弘明的 这个支持 当然是用信愿 来庄严的六字弘明 直接就跟阿弥陀佛 愿力所成就的 极乐世界 产生了直接的关联 贫号 频率相应 马上接通 一个通道就架起来了 架起来了 我们这个 就从 凡圣同居的会土 顿然的就跟 西方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的会土 对接了 对接就好像在 同一个楼层 从东 东边的那个楼 到了西边的那个楼 他不需要爬 直接通过去 从东边到西边去 都是凡圣同居 组对接 但是我们东边的 凡圣同居 绘图 跟那个方便 也有一图 石宝庄园图 长级光图 是割开了的 你是去不了的 但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凡圣同居图 它跟上山图 是在一起的 所以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能见到 声闻嘛 声闻无量无边 那就说明你见到阿罗汉 就等于你到了 方便有余土 你能见到观音世智 这些一身补助菩萨 说明你已经 安住在石宝庄园图 尤其奇妙的 你天天还能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本身安立在长级光图 也等于你 当下就是长级光图 这就是阿弥陀经说 你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与主上善人聚会一处 那聚会一处 处是一个处属 气界的概念 你属居诸处 虽然这个处 又跟心有关系 聚会一处 就是聚会一心 聚会在哪一心呢 是阿弥陀佛的愿心 呈现出来的 极乐世界的庄宴 所以阿弥陀佛的愿心 是实相的心 是慈悲的心 是智慧的心 它是圆龙无碍的 所以了解这样的道理 我们念佛 马上这个信愿 身心切愿就会起来 身心切愿就要落实在 肯切地去念 没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 因为是心诸佛 是心是佛 当我 这个一心俱足是法界 也就是说 你当下你做什么 什么法界现前 是心诸佛 是心是佛 当我们现在一念心 在诸佛 就是念佛的时候 那佛法界呈现 是心是佛 这个话也说明 你是心不诸佛 是心就不是佛 是心做九戒 是心是九戒 是心是人 是心做人 就是做五戒 是心是人 是心做出生 是心是出生 是心做地狱 是心也是地狱 因为这十法界 都是你本具的 就看你做什么 所以我们知道 十法界 理据 在我们现前阴眼当中 在事项上 我们照做 就要趋向佛法界 佛法界就是支持 南无阿弥陀佛 那么佛法界的 全体的庄严 全体的妙力 全体的功德 全体的智慧 全体的光明 就完全呈现出来 那所呈现的 无量光寿 也是 我等众生本具的 是要 但是要 借托弥陀的名号 托比名号 显我无量光寿的心 那分两步走 第一就是 知识名号 感同佛地 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 等阿弥陀佛 很快挣得 一身补促 技术的成就 自行本具的 无量光寿之心 人人都能成为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愿意 使徒同佛 何念佛地 常好使徒同佛 家庆参谱 各有健肥者 欺发不敌心 尽此以往生 同生极乐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